但是其實這個蔡先生 他主要是講說 民進黨說要提升豬的品質 但是你又進口了 美國的萊豬 他的論點是這樣子 當然除了他的議題之外 我們要看看 包括了有些人 剛才委員 軍議委員說 這個中任祥 你不要算是民進黨的 這算民進黨了吧 這個陳時中 你終於在昨天晚上7點的時候 開了臨時記者會 因為針對疫苗 到底安不安全 他昨天7點親上火線 但是被說怎麼 被壓著頭來的 怎麼說 因為下午的時候 是 蘇貞昌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沒看到他出現在下午2點鐘的 例行記者會 所以蘇貞昌也很關心 就是說現在這個疫苗的狀況 怎麼好像有人出狀況了 急摳陳時中 而且他把他叫來 然後把事情就問了清楚 問了清楚之後就說 你要把事情跟外界講清楚 就是晚上才有多一個記者會 所以還好院長有 有在關心這件事 是 尤其我們知道說 南韓發生這個事情 有很多人因為打了疫苗 而死亡的事情 已經拖了一個禮拜 結果台灣有一例 26號的時候51歲的男子 接種有命危的狀況 27號又有男童 有貧尿七天 這種不良的情形 然後又有四死 結果沒想到陳時中 都一直不出來 剛才我們才特別講到 像下午的時候 蘇貞昌才急摳叫他 晚上要出面說明 政量委員 是不是有點慢半拍 還要等院長摳你 你才出來 他自己不會體查民意 我們院長真的比較敏感 因為陳時中 上次他講得並不清楚 他就說山洛菲 是不同的流水號 可是P號只是物流 你不是那一批 也許沒有受到環境污染 可是山洛菲本身 到底安不安全不知道 這裡面就牽涉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新加坡就立刻停用了 他也是用山洛菲 我們在2003年那個SARS 那個時候 事實上那個時候也有接疫苗 我們台灣也曾經有過這種情況 就是別的國家發生 有不良反應 台灣是不是立即比照就停用 我們台灣過去也曾經有過停用的例子 所以老百姓當然是想要了解 衛福部的立場到底如何 目前是這樣 因為韓國 韓國他有不良反應 好像致死已經有超過50個了 這個我昨天也問了一些醫生 他說那個機率大概就是 萬分之1.5到萬分之2 沒有比較高 10萬分之1.5到10萬分之2 我們台灣總共有160萬劑 已經撕倒了將近90萬劑 等於就是說你剩下的70萬劑 要不要用 等於是這種問題 我覺得他是有點兩難 所以他就不願意像比照 就是像新加坡這樣 就立即喊停 因為目前有不良反應的Case 大概好像 76件 那如果是 韓國是死亡 我們還沒有 我們現在並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他有點兩難 就是說這個一定的 比如說10萬分之幾 那是一定的比例 目前我們坦白講還在比例內 所以他就有點尷尬 就是這樣 可是新加坡手段就很霹靂 他就直接停用了 確實老百姓 我們資訊是公開了 所以大家就看到新加坡就停用 所以當然我們老百姓 當然就會緊張 還有比如說你去打的時候 人家就會問說 這個是不是塞諾菲 對 有人就會說 我不要打法國那一種 而且這個是 這個不是說每個人 都一定要做的事 是你主動想要去 有些人就會想說 那我幹嘛冒這種風險 其實只有10萬分之1點多的機率 那我不如不打 德國流感也不會怎樣 了不起就質疑一下 流感的死亡率也很高 超過10萬分之1.5 對 所以這裡面 我覺得我們就卡在 我覺得蘇院長比較敏感 因為他一定是看到 新加坡停用的 他就知道說 我們台灣一定要有個反應 陳時中我認為 他還沒有做出決斷 是啊 但是我告訴你 我提供一個數字 如果說有不良反應 106年 107年跟108年 都是600萬劑的話 他大概是106年有134例 107年193例 108年是118例 我們目前是76例 是沒有比較高 但為什麼今年比較緊張 那就是因為有流感的問題 然後還有包括了這個 疫情的問題 還有南韓的問題 所以你第一時間 就應該跳出來講 而不是這樣 院長押著你出來才要講 這個才是問題的關鍵 是 不過像現在 當然大家對於所謂的訊息 都很需要能夠在第一時間 就能夠充分的掌握 我想剛剛其實在比較了 行政黨蘇貞昌 跟魏部部長陳時中 剛剛其實亮哥也特別強調了 院長的敏感度比較高 他也比較能夠掌握 去體察民意 而且要快速的去反應 我想這點是好的 這應該是大家比較需要的 好了 但總之 至少我們還是看到了 經過院長的關鍵之後 部長有出來講了 有釐清 也適宜了 可是對於外面 是不是有所謂的一些假訊息 我們的政府說都要好好的去查查 可是去查到底是真的查辦 辦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呢 好像在法官的看法裡面 是認為說保障言論自由 才是最重要的 好像有一份統計是 從去年到今年 警政署的統計 對 從去年到今年7月 因為涉違法送辦 他們送了423件 結果法院不法的比率高達8成 也就代表說 警方你大量的移送 但是法院覺得說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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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需要成為被辦的理由 所以代表說8成都說不需要 法官裁定書也說 人民言論自由 是維持民主不可或缺的機制 國家應該給予 最大的限度的保障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現在目前這樣子來看 來 阿修 照現在 之前我們都聽到 都說要查辦假訊息 但是有8成都不罰 這個理由何在 到底是不是因為 保障言論自由才是第一要務 連法官都認證 法官一直在強調一件事說 這個言論自由 跟民主政治的發展 是直接的關係 所以你要怎麼確保言論自由 那就是要在最大限度的容忍度 最大限度 而不是最小限度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民進黨的政府 例如說像對中天 他是用最小限度 他不是用最大限度 可是法官跟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你 新聞自由也好 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應該是最大限度的容忍度 因為最大限度的容忍度 才能夠確保民主政治 能夠正常的健康的運轉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會政府機關或者是警察 他們一直提一直提 我覺得有一方面 是因為他們要業績 有一段時間一直在打獎 他們要業績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他是被冤枉 他可能是轉播一些訊息 我們看到的那一段時間 有很多的媽媽們 他們接到一個訊息 他們看完了以後 他們只是分享 都是在LINE 對不對 在LINE收到然後再轉傳出去 結果他就被警察去 請去問話了 然後就把他移送了 他有的緊張嚇到發抖 他有的哭了 他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法官都認為說 不應該是這樣子 這樣子做不對的 可是為什麼會突然間 在有一段時間 整個媒體 整個台灣的報導這麼大 就是因為要業績 誰給業績 誰給壓力 一定是有上面的給壓力 上面為什麼要給壓力 也就是說都在看風向 例如說當上面訂了一個 我們現在要打假訊息 可是真跟假的時候 是由他來說算 的情形下的時候 連我們在新聞中 已經多次的強調 當他是一個現場的直播 就好像我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美國的總統的現場 辯論在直播 而這個川普 他一直用的資料 很多是假的 可是你也不可能 就這樣子叫主持人就是說 你這個資料好像是假的 然後我們終止 30秒以後 我們再來查證完了以後 再繼續 不可能這樣做的事 好 但是問題就你看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 在美國的社會 他們認為那是 言論自由的最大的容許量 而且他已經在現場的直播 而且可能這個總統的候選人 用的資料是假的 或是用的是錯的 因為錯跟假 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有的時候他用的是錯的 但他並不是假的 你不能把錯的 變成說他是用假的 例如說有時候我會口誤 我把20個說成200個 或是我把20噸說成20公斤 這個東西我可能會產生口誤 可是你不能把我的口誤 就說成我是假的 我覺得這個是要有區別 好 但是法官已經告訴大家說 言論自由 它最大的就是一個容許量 何況是現場在Live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把它 涉及成為假新聞 因為當你在後製的時候 在做查證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要負責任了 那就是後製之後的事 可是如果是來賓講的 我們也沒有理由 把來賓的話剪掉 然後再加東西進去 因為我們不能夠去妨害 這個人的言論的自由 即使他講錯話了 我們也不能夠自己把它改為說 你這句話是錯的 正確是怎麼樣 我把你消音 然後再把你貼上去 那就變成真的是假的 來賓說話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在這個部分裡面 法官已經告訴你 這個才是民主國家的 健康的發展 所以如果現在還有哪一個政黨 要違反這個民主國家的 政黨的發展 他就不是一個民主的政黨 是啊 所以現在 當然身為官員 其實對於外界種種的疑慮 你要在第一時間說清楚 表達清楚 那麼不要只會說 你們都在亂傳 你們都在做假新聞 我要用法律來辦你 這樣的話 其實只會讓大家靜若寒蟬 如果真的有人 他說出的是實話是真話呢 你看比方說台鐵的斷軌 之前不是有所謂的吹哨人嗎 我們來看看 這個其實我要先講一下 這個其實昨天跟今天 真的實在有點諷刺 因為昨天其實你才看到 有兩位監委 其中還包括 這個來自台南的葉怡金 是 說這個台鐵的問題太多了 要好好的調查 申請立案調查 監委都來關切了 他20年在交通委員 是啊 所以他很關心這個交通的意見 結果亮哥 他來自台南 結果今天台南出現了一個問題 你看早上 台鐵居然又爆出 19公分的斷軌 天啊 對 就是在台南發生的 台南這邊 然後重點是107年 到現在 有9件是他們當初 在進行27號立案的時候 就說台鐵有9件 但沒有包含這一件 等於說現在變10件了 那是在台南的地方有發生 永康有19公分的斷軌 結果拖延了兩個多小時 還好還沒有人員傷亡 更別說一開始的時候 5月多有所謂的斷軌事件 519 把40公分 聽成了3 4公分 差點釀成大禍 這個吹哨者 還差一點被懲處 可是其實他早在之前 3月多就已經有發現 陸陸續續 對 結果你看 還說什麼 被懲罰 台鐵後來又說 我們重啟調查 怎麼嘛 人家其實就點出問題 結果你不好好的查 然後現在你看 監察委員要好好的去查台鐵了 剛好就在今天早上 就又斷軌 你不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嗎 如果是19公分的斷軌 那恐怕也不是幾天 就會造成的現象 對不對 像之前那個還更長 是40幾公分的 還聽錯3 4公分 對 我要講個公道話 如果今天台鐵是民營的公司 這件事情絕對是移送法院 裁除 公共危險罪 但是因為它是官方的 嚴重的 官方的這個單位 所以就是要行政調查 拔官了事 你知道拔官了事 整個這個問題是沒有解決的 台鐵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 公安問題 這個是公共安全問題 公安問題 所以我說如果台鐵 你不好好的砍掉重練的話 這種事情只是不斷的循環出現 你想一下 如果他是民營的話 他敢這樣子弄嗎 你這負責人早就已經被關起來了 不要忘記我們的黑心油事件 黑心油 黑心油也沒吃死人 對不對 判幾年對不對 收押多久 這個事情何等的大事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不是調查的問題 我覺得 這個政府不要因為你是 政府單位 就好像有一個保護傘 人民是資訊不對等的 他如果坐飛車都要注意那個鐵 嚇死了 那個聲有沒有規律 經過這一段的話是不規定 一般是扣扣 結果扣扣扣 扣扣 扣扣 那一段就有問題 我告訴你 他就是接上去的 臨時接上去的 他還不是平常巡視的 是司機員聽到聲音才發現 就像我講這樣 問題很大 扣扣 奇怪 今天怎麼多扣了兩下 所以今天先講到一個重點 這個剛剛講到是說 這個3 40公分的 這個5月19號發現的斷軌 那個時候還有講說 3 40公分發現之後 沒有緊急的立馬喊停 然後反而還讓兩台列車經過 有沒有 那時候我們講是說 還好真的是福大命大 沒有任何的傷亡 今天這個事件也一樣 他今天是司機員發現的 司機員怎麼會發現 司機員照理講 他在高速行駛的列車上 一定是聽到這個聲音有異常 聲音怪怪 聲音有異常的時候是什麼意思 代表他正經過 所以換言之 但是今天是好家在福大命大 沒有任何的傷亡發生 否則的話 其實這就是一個 很重大的公安問題 普悠馬號為什麼會 量成那麼嚴重的傷亡 不就是因為這樣子 輕忽得來的嗎 再者 剛剛我們就提到是說 5月19這件事情 我也在交通委員會 質詢交通部長 我們說5月19號發生 斷軌30 40公分 到10月中 林佳龍才開這個道安會議 然後到時候震怒說要求台鐵局 兩個禮拜內給報告 這中間4個月的時間 林佳龍都不知道 你台鐵局發生了 30 40公分的斷軌 而且還讓兩台列車經過 那麼重大的一個公安的一個 疏失 結果到了10月 林佳龍才震怒 中間這4個月 你的通報系統是不是有問題 這完全就已經是螺絲 所以說今天這節目標題講說 是不是螺絲鬆了 還是根本沒有螺絲 我們當然講說現在監委要調查 我們覺得非常的贊成 我們也認為是說 應該徹底的釐清 但是我們只提醒一件事情 不要到最後調查完之後 不管是台鐵內部的行政報告 交通部內部的報告 還是說監委的報告 不要到最後變成是 只有小小成敗 中間的通報系統 以及應該要負責任的官員 為什麼你應該知情 但是沒有知情 為什麼沒有去督導到 我覺得這實在重要 剛剛當然軍縣委員講是說 查一兩個官員下台就了事 其實不會 我說實在話 最怕的就是發生了事情 或是說現在應該負責沒負責 結果真正承辦受害 然後大官還是好官我自為自 這才是我們國家最大悲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 大家對於台鐵那個印象 說比較不客氣點 真的有點印象很不好 因為你等於說兩年前 然後又是這個普悠瑪事件 然後甚至有說你可能加班費 你可能會有一個積極的問題等等 然後一直到現在 一直在那邊斷軌 大家搞不清楚你到底是 怎麼回事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的聲音認為說 台鐵你就是長年的擊斃 所以導致到你是整個結構性的問題 甚至有人更不客氣的說 我覺得你應該打掉蟲蓮 就是覺得台鐵你乾脆就直接 翻一翻算 你乾脆整個人緣就重置算了 因為其實當時在兩年前普悠瑪事件 已經被明確指出說 你可能台鐵有人力不足的問題 或是你有技術斷存的問題 或是你可能有設備要汰換 要強化維修問題 這麼這麼多的問題你解決不了 然後一直到今年斷軌再斷軌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好 所以剛剛有提到 這明明是44公分 他說他聽到34公分 剛才推給基層的人說 我可能是沒聽清楚這樣 我發現現在政府有一個小毛病 我真的建議一下 不要一直推來推去的 我綜合剛剛幾個議題 像現在講到說疫苗 打疫苗之後 大概幾天後 有4人是通報了死亡的 通報死亡之後 後來專家們就開始開會 開會說 這個應該是因為 他們的心血管疾病 所以應該跟疫苗 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你怎麼樣能夠去完全的定調 真的完全沒有關係嗎 你到底那幾位專家 你的資格又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 沒有辦法 就是打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到底幾個成分的分子 他們到底是怎樣去檢驗出來 這個人到底 他是不是因為打疫苗 所以才死亡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問題 再來還有前一陣子 我們常發現說 我們自己好像在武漢肺炎 就新冠肺炎 我們自己的境內 其實並沒有太多的確診 相對跟其他國家比較起來 我們真的是算守得非常的好 但最奇怪的就是 我們怎麼一直輸出 確診的病例給其他國家 我們自己的中央官員 可能就會說 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是他們自己在搭飛機的過程 可能不信染疫 就是你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為什麼 你真的有做好完完全全的求證 你才去說出這樣的話 還是你只是第一時間 你想要去撇清你的責任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剛剛這幾個議題下來 都是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 政府你在講之前 好好的思考清楚 先彼此好好的討論清楚 到底你們的最終的版本 你要怎麼跟人民交代 人民不希望你一直聽到 這樣反覆打臉的 你像超時空打臉 幾年前說那樣 現在又說這樣 太多太多的議題 都是如此的 所以中央政府 希望你真的可以好好掌聲 但在媒體 我們是什麼 政府與民意之間的 一個溝通的平台 我們當然一方面 要聽到政府的立場 也要聽到 政策我們要充分的來表達 台鐵剛剛回應了 他說斷軌 五年來發生13次 比起國外的情況 比例並不算高 所以這樣就能夠接受 孟凱你可以進行復質詢嗎 這個 而且八月那個時候 鐵道局長講說 全台軌道大檢修 我們那時候還請教 軌道局長是說 這樣子你是不是可以 告訴我們說 現在是安全的 其實軌道斷 當然它可能是 一瞬間的事情 但是你總是有使用年限 我們一般來講 有這個概念 你幾年內應該是安全的 超過使用年限之後 你可能就要超前部署 要提前做更換 不能等到什麼事情都是斷 然後什麼事情都在賭 因為說真的 今天也是好家在賭對了 胡大命大 如果哪一次 100次 1000次 1萬次 賭錯一次 後果不堪設想 快點 有請 我們來講 請 每次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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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